走入世界能見到 為硬帶你看世界 大家好我是美玲 歡迎來到世界能見到 今天我們一起來關注北京當局結束COVID-19清零防疫政策的內幕 中共兩會即將召開 二十大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第二號人物的李強 預計將會接踢李克強出任國務院總理 英國媒體披露了北京當局結束COVID-19清零防疫政策的內幕 據英國路透社引述四位知情人士披露 2022年11月中國反對COVID-19清零防疫政策的抗議活動規模空前升級 之前幾個星期中共政府高級官員和醫學專家 一直在制定相關防疫措施結束清零 並且在2022年底前逐步重新放分防疫措施 目標是在2023年3月正式宣布恢復正常生活 四位知情人士和另一位知情人士說 在中國反對COVID-19清零防疫政策的抗議活動規模空前升級之際 暗暗勝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號人物的李強 捉住了時機 突然決定比起預期更加早啟動重新開放的計劃 以致去壓制令中南海感到不安的清零造成的經濟損失 日益擴大反清零政策的抗議運動 最終的結果就是2022年12月 北京當局突然宣布放棄清零防疫政策 即是取消封城、大規模核酸檢測和其他防疫措施等 中國大陸陷入了混亂不堪的局面 至今北京當局依然都未公開解釋放棄清零防疫政策的原因和決策過程 習近平、李強以及中共國務院都沒有去回應路透社通過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提供的相關置評請求 路透社採訪了六位以上了解相關內情的知名人士 出於話題的敏感性或者因為無權向媒體發布評論 這些知情人士都要求力明 兩位知情人士說 2022年11月中國大陸反對清零政策的抗議活動 這是北京當局防疫政策的一個轉折點 兩位消息人士表示 中共最高領導人最終選擇了匆忙放棄清零政策 重新開放 而安撫眾多參加抗議活動的年輕人 綜合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 2022年10月中旬 中共二十大在北京召開 習近平打破了以往的慣例 第三次擔任中央總書記 並且與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公開亮相 北京當局宣傳讚揚清零政策取得積極成果 路透社引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 然而 2022年10月下旬 中共高層官員就聚集北京 商討如何結束嚴格的防疫政策 自2020年初以來 王滬寧一直擔任 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工作 領導小組副組長 亦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 他當時 和包括宣傳系統在內的高級官員、醫學專家 舉行閉門會議 在這次閉門會議當中 王滬寧一再詢問與會者 放棄COVID-19清零政策後 最遭遇的情況下 會有多少人死亡 並且督足與會者 制定各種不同進度的重新開放計劃 兩位消息人士稱 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員 在閉門會議當中 提出了全面開放的基點 關鍵是提高老年人的COVID-19疫苗接種率 和習近平、李強 還有中共國務院一樣 王滬寧沒有回應老頭社通過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提出的 相關自憑請求 在王滬寧召開防疫政策閉門會議的同時 中共一些地方黨政官員和維生系統官員 正因得努力應對實施清零防疫政策的 意義嚴峻的挑戰 在接受新聞媒體採訪的時候 北京一個擁有超過10萬居民的街道委員會官員說 2022年下半年 該街道委員會已經用完了 支付核酸檢測公司和保安公司 以執行防疫措施的資金 這位官員說 在我看來並不是我們打算放棄清零政策 更多的原因是我們在地方層面 根本無法繼續執行清零政策了 中共官方統計數據顯示 北京地方政府2022年在執行COVID-19防疫措施方面 拋廢了近300億人民幣 北京地方政府也未回應相關的自平請求 正當中共官員自力於結束清零政策之後 重新開放計劃時候 COVID-19疫情的急劇升溫 早就已經超出了北京當局的掌控能力範圍 一位的知情人士透露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所公布的疫情數據 都是一些較低的數字 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讓中國境內疫情看起來會得到控制 由於北京當局及地方政府的防疫資金就快用完了 2022年還削減了一些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官員的薪資 有一位的官員說 當時薪資被減少了50% 同樣的,中共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沒有回應針對中國COVID-19確診病例數據 以及相關訊息發表評論的請求 在回應路透社的自平請求時候 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說 中國以保障健康為目標 不斷優化調整防控措施 並且在較短時間內 平穩過渡到復工復產 在3月5日開始的中共全國人大會議上 預計中共領導人將會提出 幫助經濟由COVID-19大流行壓制措施當中復甦的計劃 路透社報導 在2022年10月 中共二十大上進升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 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 李強曾經進照北京當局清零政策 對這座2500萬人口的大都市 實施了嚴厲的封城措施 報導引述兩位消息人士披露 中共二十大一中全會結束後 李強出任中共中央 應對新年冠狀病毒感染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該工作小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報告 2022年11月11日 北京當局正式宣布 相關進一步優化防疫20項措施 來放寬清零限制 習近平本人也開始減少個人防疫措施 中共官媒新華社央視新聞報導 2022年11月14日 在印尼二十國集團峰會之前 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會晤 和加拿大總理特努多 面對面近距離交流的時候 以及在北京和海外出訪期間 都是不戴口罩的公開亮相 三位知情人士表示 當進一步優化防疫20項措施生效之後 中國境內疫情升溫 而且每日新增確診病例躁增 以習近平為首的北京當局動搖 並且想再次恢復清零防疫政策 兩位知情人士透露 2022年11月中旬 當時習近平還在東南亞出訪期間 他下令北京當局 要堅定不宜地執行 COVID-19清零防疫政策 此後中國一些城市 重新收緊防疫限制措施 消息人士稱 以習近平為首的北京當局 對防疫政策的搖擺不定 導致中共高層領導人 在2022年11月中下旬 針對COVID-19的防疫政策 重新進行磋商 因為當時已有足夠的跡象顯示 中國經濟將會下滑至近半個世紀以來 最糟糕的紀錄之一 兩位知情人士稱 隨著COVID-19病毒持續傳播擴散 李強鼓勵包括河北省省會 石家莊在內的地方黨委官員 堅持實施優化防疫20項措施 2022年11月中旬 因為每日COVID-19確診患者數百人 石家莊停止了日常的社區核酸檢測 中共石家莊政府 驅著向和李強有關的任何防疫政策發表評論 2022年11月20日至12月18日期間 數百萬中國人收睇了卡塔爾主辦的 世界杯足球賽的轉播實況 現場觀看球賽的球迷人山人海 不戴口罩的畫面與中國人當時的處境 形成鮮明對比 引起中國球迷的不滿 並且在中國社交媒體上 停擊清零防疫政策 北京當局加速結束清零 重新開放的最後一個導火索 出現於2022年11月下旬 在中國新疆烏魯木齊市 天山區及長遠小區 發生致命火災後 中國大陸反對COVID-19清零防疫政策的抗議活動 發展成為至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 最大的反政府示威運動 2022年12月1日 歐洲理事會主席查爾斯米歇爾 率領歐盟高級官員代表團 訪問北京 與習近平為首的北京當局會面 習近平認為反對清零防疫政策的抗議活動 是年輕人對COVID-19帶流行 嚴厲防疫措施感到沮喪 但他表示 中國境內流行的主要病毒株是Omicron 而不是更致命的Delta 習近平的言論也為放寬 嚴格防疫措施鋪平了道路 最後2022年12月7日 北京當局突然宣布 全面放棄COVID-19清零防疫政策 取消了諸如封城、大規模核酸檢測 和當地旅行等許多的防疫限制措施 兩位消息人士說 北京當局重新開放的最初 是要保留大規模核酸檢測 但李強成功推動了更為寬鬆的防疫措施 並取消大規模核酸檢測 全面放棄COVID-19清零防疫政策之後 疫情即刻爆發 中國醫療系統和火葬牆不堪重負 藥房的相關藥物也被搶購一空 2022年12月25日 李強在全國電話會議上 獨足中共官員及時調配資源 確保老人家和兒童在內重點群體的藥物供應和治療 根據其中一位消息人士透露的會議書面記錄內容顯示 李強和中共官員說 時機成熟、基本條件具備 可以將COVID-19作為不太嚴重的B類疾病 進行預防控制 據新華社報導 2023年2月12日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 宣布對COVID-19疫情的決定性勝利 並將黨對COVID-19帶流行的戰略重大調整 決定稱之為完全正確、有效的、並深受民眾歡迎的 1月8日 中共官媒新華社發表萬字長文 中國戰役進入新階段 我國因時因勢 優化疫情防控措施技術 藉此去解釋 北京黨局改變COVID-19疫情防控政策的原因 並且強調 防疫政策的調整是因時因勢科學決策 文章亦承認 在清零防疫政策措施受施期間 中國存在部分地區層層加碼等防疫風控問題 新加坡媒體聯合早報1月9日報導 官媒新華社的萬字長文雖然沒有明確說明一些事 但對於所謂的部分地區層層加碼等防疫風控問題 相信是指2022年11月新疆烏魯木齊大火造成的嚴重傷亡事故 並且引發了北京、上海等城市民眾抗議清零防疫政策的活動、白紙運動 新華社這篇長文實際上等同於間接承認了 中國大陸白紙運動迫使北京當局改變了清零防疫政策 亦反映出中共官方在放棄清零之前 並沒有過期的防疫規劃 在接受新聞媒體採訪時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學者譚夢奇認為 中共官媒新華社的萬字長文間接承認了 2022年11月新疆烏魯木齊大火導致清零政策 加速成為歷史的過程 白紙運動抗議示威活動的規模和擴散速度 令中共看到了它的政治風險 被迫轉向鬆綁防疫政策 報導稱北京當局實施清零政策期間 出現了地方層層加碼的防疫問題和亂象 現在突然急轉彎完全放棄先前的防疫政策 導致中國民仲會進一步因為政府公共政策的不可預測性 而失去對北京當局的信任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析報導 我們下期見